明天全台议会政府议长改选那么蓝绿的版图恐怕会有变化 包含了高雄新北和台北市 民进党都有可能会首度取得议会龙头的宝座 高雄市更可能会出现第一位绿营的女议长 单单在新北市 退市政滔滔不绝 但25号过后朱立伦恐怕很难过 因为民进党立志抢下新北议会龙头宝座 蔡英文亲自督军新北市就跑了两次执行卡株计划 议会改选要自家议员技术性两票 票票入轨一票都不准跑 如果有人在这一次的政府议长选拟中跑票 打击除了 所有的民意代表都有他的自主性 我们都要与尊重 在投票的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司法 英伦隔空校正但这届政府议长改选 全台蓝绿版图恐怕再度大翻转 高雄市民进党议员习次过半 高雄议会预计首次出现民进党籍女性议长 台中国民党只赢民进党一席 无党籍倒向谁成了关键少数 新北朱立伦几乎笃定无法完全执政 未来四年任期备受考验 台北市国民党市长保座拱手让人 议会号称不能输 但议员只赢民进党一席实在很拼 本党的立场采取一致性投票 目的也就是为了有效来杜绝买票 一致性的投票事实上就是量票 量票就是在保证会选的准确度 就算技术性量票可能违法 民进党也要严格执行 绿营九合一大胜 议长选举还要继续赢 记者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